短信有短信的优势 它的优势是什么 节奏快 效率高 而且复制性强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 它的效率高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咱们今天五分钟 你觉得很费心力吗 不需要吧 没有太多的情感纠葛吧 咱们一进去 赚钱了 出来 是不是 这个感觉就像什么呢 咱们就拿着一个小步枪 往前走 看到一个猎物打一枪 看个猎物打一枪 就这么样 是不是 很干脆 很爽快 很直接 快进快出 马上解决战斗 所以你在这个市场上面 里面停留的时间越短 其实相对来说 你越安全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可这个话题 你在这个市场上面 单子在里面持仓的时间越短 你越安全 为什么 因为时间一拉长 它变数就大 是不是 而且还可能遇到一些突发性的消息 我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就立马完成我的动作 是不是我的风险 相对来说 要小一点 想必须做那些 做大周期的 大家是吧 做大周期的朋友 那么可能要持仓 一个星期 半个月 独有 如果像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你面对这种行情 朋友们 每日这部好像有朋友 见证过历史的 那比如说你做长线 是不是 比如你在这里做长线 朋友们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种事件 海天鹅事件 那是不是你持仓时间越长 你碰到这个事情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 是不是 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 那你一定是包仓 当然你有可能做对 赚很多 当然这个是两面性 但是 如果我们做短信 能够大概率的去规避这些情况 对不对 也不会去持仓过夜 是不是 所以短信 它的其中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其实相对来讲 它更加刺激 它更加高效率 它更加安全 所以在短信的操作里面来讲 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节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